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期时间 欢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斯 上个星期 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 曝光了青海齐连山南路 因多年屡禁不止的 非法露天采煤 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而涉事的企业 新卿工程董事长马绍伟 更号称是青海隐形首富 获利上百亿元 这些报道引起了 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的重视 9号 青海省政府召开发布会 省纪委书记滕家财 通报了调查的结果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区 与原常务副州长梁燕国 与之类似的是 本次墓里煤矿非法采煤的问题 也是整治多年而没有解决 新卿公司董事长马绍伟 还曾经担任西宁市的政协委员 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西宁省的政协委员 青海省的政协委员 那么青海省常务副省长李杰祥就表示说 墓里煤矿调查核实工作 仍然在紧张的进行中 无论涉及什么人 哪一个层级已经查实 一律依法依纪 依规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针对美国制裁多名中国的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中方即日起对在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国国会参议员 众议员和多个机构的负责人 共11人实施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批评美方公然插手香港事务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关系 即为准则 中方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并宣布反制措施 中方决定从即日起 对在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国联邦参议员 卢比欧 克鲁兹 霍利 科顿 图米 联邦众议员 史密斯 以及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 格什曼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 米德韦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 特文宁 人权观察 执行主席 罗斯 自由之家总裁 阿布拉莫维茨 实施制裁 赵利坚说 中方敦促美国认清形势 纠正错误 立即停止 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 中国内政 在回应美方制裁 措施时 他还说 美国的蛮横无力制裁 遭到了包括香港在内的 中国人民的一致强烈反对和谴责 有关官员公开表态 无惧制裁 体现了中国人的 针针铁骨 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 美方所谓制裁 只会让世人更加看清 美方霸权霸凌和双重标准 只会沦为另一个笑话和闹剧 凤凰卫视或卫卫 陈奇北京报道 香港益传媒的创办人 黎智英等10人涉嫌触犯 《香港国家安全法》 相关罪名而被捕 黎智英早上9点半左右 在家道里道的寓所被警方带走 消息指警方国安处指黎智英 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及涉嫌串谋欺诈和涉嫌触犯煽动罪 警方早上7点钟就抵达了 黎智英寓所进行搜证 行动中共拘捕了至少10人 年龄介于39到72岁 包括黎智英的两个儿子 以及一传媒集团的执行董事张建宏 从7月31号港府决定 推迟本来将在今年9月份举行的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之后呢 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就不断的以各种方式 对中国还有对香港特区施加压力 包括就香港问题宣布对一些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官员 实行所谓个人的制裁 还有呢 这个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的外交部长 进行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那么明天后天呢 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就会做出 关于立法会推迟的真空期间的一些有关决定 那么对此呢 西方呢 对于这个香港问题上的一些压力呢 应该说还会接踵而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严峻的局势之下呢 中方今天进行了反制 对于美国的某些个人 这个主要是几个参议员和众议员 还有一些机构的总裁和主席呢 实施反制 当然了这其中也包括在7月份 已经实施过制裁的那两个参议员 卢比奥 科鲁兹 还有众议员史密斯 同时呢 在今天的早上 警方的国安处采取一个 这个公开的 而且呢 这个触动人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第一就是拘捕黎智英和他的两个儿子 那么到了今天晚上呢 又拘捕了周庭等另外几个人 一共是今天拘捕了试人 同时呢 派了多达这个200名警员 到黎智英的异传媒大厦进行搜证 这个黎智英等人的 这个罪名呢 就是涉嫌 违反了港区国安法的第29条 就是勾结外国势力 还有煽动罪 还有呢 就是传谋诈骗罪 这一切举动呢 我们看最近这两星期以来的 这个香港局势呢 都应该说意料之内 那么我们知道国安法 它本身呢 按照条文上是没有追溯期的 那么7月1日以后 国安处就开始进行搜证 把这些人的7月1号以后的 有关的言行呢 都作为证据 这确实呢 也是对西方 对于香港事务的 不断的挑衅挑战的一种回应 这个陆续 这几天之后呢 还会有一些人被捕 这应该在意料之中的 那么今天警方的行动呢 好像是不少人感到震惊 但是呢 我想这样的一个 大规模的行动呢 正是对外界 特别对西方事务的 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香港的国安委员会 还有警方的国安处 他们是有执法能力 也有真正行动的 不会受到外部形势的压力和阻挠 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针对美国卫生部长阿扎 访问台湾 会见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蔡英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0号也做出回应 表示 中国一贯的坚决反对美台 官方往来 已经向美方提出了 严重的交涉 我要再次强调 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所作所为 严重违背 其在台湾问题上 所作的承诺 我们敦促 美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 停止 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 与接触 停止提升 美台实质关系 慎重 妥善处理 涉台问题 以免对中美重要领域合作 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严重伤害 另外 台湾与美国在10号下午签署了 医疗卫生合作备忘录 宣称要加强防疫卫生交流 不过台湾有舆论就质疑 美方访台洽谈合作 但针对新冠肺炎药品和疫苗研发 却又称必须先满足美国的需求 美方此时派官员赴台 恐怕有政治企图 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 与美国卫生部长阿扎 10号下午签署合作备忘录 称将针对卫生安全的大方向 进行资讯交流 不过台湾民间有声音担心 美国的合作诚意恐怕并不真诚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不会言 新冠肺炎疫苗若研发成功 将优先满足美国需求 之后才会公平方式提供给其他地区 台湾舆论质疑 双方签署备忘录 恐怕象征异议大于实质帮助 美方在新冠肺炎疫情敏感时间点 大张旗鼓赴台 合作防疫成效难料 却已冒出浓浓的政治味 凤凰卫视 卢冠飞 陈建达 台北报道 从小布什 克林顿到奥巴马政府 美国的一些部级官员 以各种形式身份到台湾访问 这不是第一次 像以前运输部长和农员部长 但是都比较低调 那么2018年 特朗普政府签署了台湾的旅行法 这就鼓励双方进行高级官员访问 这就为阿扎的这次访问 铺平了一种 好像正规访问的这样一条道路 而且美国还是台湾最大的军火的供应国 那么最近不断地向台湾提高 出售武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一次 美国的排名12的内阁部长 卫生部长阿扎 到台湾访问就要格外的引人注目 虽然现在在大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美国的卫生部长到台湾地区访问 就如何防疫进行交流 看上去的是一个很正常的 民间的或者是人民民众之间的这样的需要 但是它其实里面含含着很多 实际上的一种政治因素 比如阿扎在和蔡英文会见的时候 他就说要向台湾转达 特朗普的鼎力支持很有意 那么同时他在一些简话当中 虽然谈到台湾对于新冠肺炎病毒的应对 是很成功的 但同时又强调说是台湾社会文化开放 透明民主本质的一种肯定 而且他也赞扬刚刚去世的李登辉 并且按照他的日程 他可能在离开台湾之前 再去调研一下李登辉 并且对李登辉是再有加 我们看看周围的政治形势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的政府 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敌对和挑衅的 这样一个态势和态度 那么几乎每星期都会有 对抗中国的一些新的明目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 围要向领事馆事件 习记者签证 还有社交网络 这些已经有了新的不断的冲突出现 中国方面 对于华盛顿方面很多的事情 都做出了严重的立场表态 那么对于这一次 阿扎卫生部长到台北访问 中国外交部也做出了 严正的一种交涉 至于中国大陆方面 对于美国这样 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一种政治挑战 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是不是会这样做呢 我想过段时间会有消息的 不管是怎样的一种反应 不管是具体的反制 我想中国会在对美国上 有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应对的策略 当然因为美国现在挑衅比较多 挑战比较多 那么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挑战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中国大陆方面 怎么在台海问题上 这样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上 做出回应呢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好 我们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表题新闻 休息一会儿 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明思 白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伊尔波什纳 10号表示 在4号到9号举行的 白俄总统选举中 现任的总统卢喊森克胜出 有79%以上的选民参加了投票 周一 白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表示 截止当地时间8月9号的18点 白俄罗斯有79%的选民 参加了白俄罗斯总统的选举 根据白俄罗斯中选会的数据 在明斯克投票率为62.3% 在一些其他的地区 都超过了60%的投票率 但是回复这种结果的是 在明斯克市的胜利广场 未经批准的抗议者们与警察之间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执法人员使用驱爆锁榴弹 向集会的人群开火 反对派点燃了燃烧瓶 扔向了安全部队 示威者中有人受伤 在明斯克市中心的 明斯克英雄之城的纪念碑的冲突 在持续 据媒体报道 火光闪烁可见 抗议者们开始在市中心 构筑哪系统进行路障 特种部队开始列队 迫使人们走出广场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最新消息 当时警察将人们 从市中心的广场进行驱散 但是根据白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入夜在明斯克街头 集会的人群越来越多 白俄罗斯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表示 人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事情 就是醒来 因此反对派已经赢了 已经克服了恐惧和冷漠 在大选结束之后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森科表示 有关俄罗斯雇佣军被拘留的事件 他收到了俄罗斯同事的武业信 其中也列出了 有关被拘留武装分子的所有事实 卢卡森科承认 武装分子的处境 可能是由第三国挑起 卢卡森科强调 明斯克也始终将与莫斯科进行合作 俄罗斯媒体表示 五天前 卢卡森科曾经表示 白俄罗斯永远不会与俄罗斯进行合并 如果 я бы даже согласился на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на самых выгодных условиях 而是為了俄羅斯 在俄羅斯這已經不承認了 不承認了 不承認了 《華爾街露宇光》 《摩斯科報道》 利法森德總統已經當了26年的 白俄羅斯的總統了 那麼這次呢 他再次地以高比數贏得了大選 但這次的選舉過程呢 那是有些驚騰動魄 在這個選舉之後呢 很多的民眾上街示威 那顯然呢 這次選舉他到底是 裡面有什麼的 這個黑箱作業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 老實說呢 這個魯喊森科呀 他在94年當選總統之後呢 有段時間把俄羅斯搞得 把白俄羅斯搞得不錯 因為那個時候呢 雖然解體 包括俄羅斯和其他一些國家 都在這個解體之後呢 受到一些資本主義的 一些很大的衝擊 引起了很多的副作用 人民受了很多苦 那時候呢 他把這個救外多人的小國呀 這個用他的一種方式呢 保證了人民都有就業 失業率只有2%以下 而且呢 沒有像出現了那麼多的 這個 其他的原蘇聯國家那些 就是避病和災難 可是呢 之後呢 他越來越控制住 軍警 軍隊 媒體 然後這個強力部門 那麼他到了今天的時候呢 時代其實發生很大的變化 他現在處於一種內外交困 特別是他的長期的盟友 俄羅斯呢 實際上跟他已經不好了 那麼他和這個普京的關係呢 本來普京對這位老總統呢 他呢 還挺尊重的 覺得他是比較情緒化 說話呢 比較口無遮攔 還有呢 他抓了33個俄羅斯人呢 普京也忍了 可是呢 就在前兩天 他接受了烏克蘭記者採訪 烏克蘭是這個普京的死敵 那麼他在這個採訪當中呢 講俄羅斯 講的就算了 經濟上講 他把矛頭呢 直接對著普京 盧卡申科在這個白俄羅斯語語 人們大家都叫他這個 Bachka 就是爸爸 老爸的意思 叫盧爸爸 他呢 終於把普京給惹惱了 所以呢 在這個選舉之前打了電話 警告了一下他 但是這個對於普京來說呢 他也不能指望別的人來代替 這個盧凱申科 因為什麼呢 還有七方支持的一些候選人 要求什麼民主顏色革命 他還得忍了 那麼說到這個盧爸爸呢 他在跟烏克蘭記者講話的時候呢 他講了很多的人啊 怎麼都不說了 什麼關於這個 莫克爾啦 梅德維傑夫啦 索拉娜啦 他講到普京最要命的說什麼呢 他透露了兩個秘密 一個是普京的私人生活 還有一個是普京 2000年他是怎麼被 這個葉利欣選為接班人的 而且他甚至還透露說 葉利欣曾經多次地告訴 這個盧凱申科 說他很後悔自己的選擇 這個這樣的話呢 這個普京覺得他這個太過分了 而且呢他又說這個原來 這個葉利欣怎麼堅持自己 在這個古巴和越南的這個軍事基地 但是呢 這個普京上來之後呢 全部廢掉了 而且不要錢 意思就是普京其實是這個白家子 而且他還說普京呢 是沒什麼天才 就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一個科格勃軍官 那麼他最重要的還說了一次 還說了一個 他說我不相信普京能做到2036年 他說現在這個形勢 他怎麼可能做到2036年呢 GDP又不好 各方面都不行 他說形勢不會允許普京繼續執政的 但是他呢 當選之後呢 他又宣佈說 我要開始一種和俄羅斯的正常關係 什麼正常關係呢 那顯然他不想再跟俄羅斯走在一起 所謂正常關係 就是你是你 我是我 在這種情況下呢 普京還得向他表示祝賀 因為如果你跟他這樣吵下去的話呢 恐怕就把他推向了西方 好 看看另外一則新聞 我還再講一下 這個為什麼 這個魯喇申科啊 他表示還要繼續當總統呢 他說的很有意思啊 他說我不會放棄權利的 為什麼呢 他說一想想我不會做別的事 我如果不做總統的話 那麼我每天早上起來做什麼呢 我簡直無法想像 這位老總統啊 這心靈頗白還是很有意思的 好 看另外一則新聞 黎巴嫩大爆炸觸發的示威持續 首都貝魯特9號再次的 有大批的示威者和警察衝突 另外呢 司法部長 新聞部長和環境部長 先後宣佈辭職 這是大爆炸之後首批下台的高級官員 示威持續到晚上 有人在街上縱火 也有人將警察釋放的 翠雷瓦斯智毀警察還擊 貝魯特港口區發生的大爆炸慘劇 令黎巴嫩積累的民怨再次爆發 示威者指責政府貪腐無能 連續第二天在議會大樓附近 有超過1萬人聚集 同警察激烈衝突 示威者也指責黎巴嫩政府 未有回應改革訴求 新聞部長薩瑪德當天公開道歉 率先宣佈辭職 之後環境部長卡塔爾 當晚也宣佈辭職 成為大爆炸後首批下台的高級官員 在大爆炸現場 救援人員繼續搜索 再發現多名遇難者遺體 也有潛水員在港口進行水下搜索 大型機器協助清理 而俄羅斯派出的救援人員 用無人機視察現場最新情況 俄羅斯早前派出的救援人員 及醫療專機到黎巴嫩 進行人道救援任務 已經為超過100名傷者治療 俄方又指為了防範新冠肺炎 所有救援人員 都準備了足夠的防護裝備 鳳鴻衛視綜合報導 3月4號當貝魯特港口發生 這種驚天動地的大爆炸的時候 貝魯特的市民完全給炸蒙了 這個恐懼籠罩了整個黎巴嫩 可是現在幾天過去之後 黎巴嫩人民由恐懼轉為了憤怒 他們現在的矛頭 他們在街上開設大規模的抗議 指向了腐敗的政府和無能的官員 那些不作為的官員 現在內閣已經有三名部長辭職 如果說有七名部長辭職的話 那就要重新舉行大選 從歷史到地理位置 一直到現在的這樣的當地的 複雜的宗教和政治局勢 都決定了 黎巴嫩本來這個 貝魯特被稱為東方巴黎 這樣的一塊地中海東岸的黃金地段 現在成為一個類似 就像一個地獄一般 那麼可以被稱為一種 這叫失敗的國家 怎麼辦 人民不能夠忍耐了 以前有很多法國 在這個撤出殖民地的時候 為了當地的怕這個宗教衝突 形成一種幾個宗教聯合主行政府 像總統是天主教 總理是伊斯坦教的遜泥派 總統是伊斯坦教的遜泥派 現在還有各個政黨力量 像真主黨 整個不僅僅是黎巴嫩的 一些動盪的根源 而且整個中東地區 它都成了一些動盪根源 那麼怎麼辦呢 不但人民要求改變 而且世界各政治利益 各大國也都在 對如何來介入黎巴嫩 開始了他們新的博弈 好 最後 請您瀏覽世界其他媒體的主要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謝謝 謝謝 請您的員工 請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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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